阔别一年半 中元节现场喊标活动获准恢复 有庙宇今晚就举办了实体喊标 在防疫条例的限制下 场面有点冷清 但是主办方认为 活动成功举办 将能够带动其他庙宇 安全的复办喊标活动 记者蔡可汉报道 喊标人在台上卖力呐喊 台下的人只能举牌示意 不能高喊出价 巴耶利巴庙宇天圣坛 今晚举办实体中元会喊标活动 现场来了30名参与喊标的善信 这相信是农历7月唯一获准举办的喊标活动 往年的话就比较多人竞争 那个气氛也在那里 可能有的吃啊 在没喝就慢慢 而且服务的物品也是比较多 我们来帮忙 就是说支持这些中文会标服务 然后他们还可以继续地这样子过下去 今年庙宇准备了18件服务 活动上筹得近3万元的标金 今年的喊标比19年的喊标的成绩还好 虽然是19年的我们一共服务40多样 但是今年我们才标18样 老前辈他也是带动了那一个兴旺发用掌声 这个也是他想出来的 喊标活动吸引不少业内人士前来观摩 根据政府发布的指导原则 喊标现场不能有餐饮招待或歌台娱乐 所有人也必须完成疫苗接种 或接受活动前检测 喊标